天黑后,罗俊贤来了后院 哎呀,王贤弟啊,底下兄弟不懂事,怠慢了,怠慢了 我就一个小捕快,拳脚功夫也不好 蒙罗大哥不弃,给在下栖身之所,已是感激不尽,何谈怠慢啊 王贤弟说这话,是在怪罪于兄了 不过于兄给你备了份大礼,全且算作赔罪 娘,娘,你咋来了 儿啊,不是你让他们见为娘上,上这儿来享福的吗 阿顺儿啊,好好的咋不在衙门干了,关捕头 关捕头待儿不恭,他小舅子摸走儿给娘的半块碎银 儿要搜身他不让,还用鞭子抽儿,儿不想跟他干了 娘,你过来看,以后儿就在这儿做伙夫也不错 没想到罗大哥还把娘给接来了,实在是太好了 谢谢你啊,罗大哥 些许小事比起贤弟的救命之恩,何足挂齿 老太太,如何?罗某人没有骗你吧 你儿子王顺,真没有干补快了 儿啊,娘听你念叨几回了 说那官捕头出事不恭,不干就不干了 往后好好跟着这个罗公子做事 别三心二意 好啊 是,娘放心,儿会跟着罗大哥好好干的 姥姥,我不是他女儿,他是个派婆子 姥姥,你送我回我家去好不好 我爹爹会给你很多很多银子的 真的,我爹爹会报答你的